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尔代夫为什么要摆脱印度转而向中国寻求军事援助 中国与马尔代夫签订军援协议包含了哪些内容 对于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另外 印度海军2号宣布 印度在距离马尔代夫130公里的米尼科伊岛 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 那么印度为何要在马尔代夫附近的岛屿新建军事基地 印度的海军说新建基地是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作战监视 印度海军究竟要监视谁 相关话题今天邀请到了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际问题专家钱峰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首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宝群 5号在马尔代夫总统府拜会总统穆伊兹 穆伊兹对中方持续支援马尔代夫表示感谢 双方并对马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增强防务合作展开全面讨论 同一天上午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任生俊也拜会了穆伊兹 穆伊兹强调了包括中马友谊大桥和社会住房在内的 几项中方支援马尔代夫建设的重要项目 任生俊表示 中国进出口银行愿意与马尔代夫展开积极合作 而此前一天 张宝群同马尔代夫房长穆盟会面 双方讨论加强防务合作并签署了军事援助协议 中方将向马尔代夫提供无偿军事援助 推动加强两国关系 协议签署当天 穆伊兹表示 从5月10号起 无论身着军装还是便服 印度军队都不会再以任何形式在马尔代夫驻扎 马尔代夫外交部上月曾表示 印度将在5月10号之前 撤换运营马尔代夫三个航空平台的军事人员 自1988年 印度军队应当时马代总统的请求 挫败一场政变企图以来 印度和马尔代夫一直保持着防务合作关系 目前有88名印度军人驻扎在马尔代夫 负责维护印度援助的雷达战和侦察机 马尔代夫跟中国在4号 签署了军事援助的协议 马方说这个协议是无偿的 目的是加强双边的关系 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您觉得中国援助马尔代夫 具体会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其实综合马尔代夫的 他整个国家的面积 包括他的军队的规模 因为马尔代夫其实他严格来说 他也没有海陆空的单独的军队 他从06年之前 以前是军警混合的国家安全卫队 06年之后把警察给划播出来了 其实他现在的国防部队 其实包括了行驶了 包括海陆海 空这些 所以他本身的重型装备 基本上是没有 综合现在的中马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现在的合作关系 包括合作水平来看 这次援助的在我看来 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军事培训 你比方说今后马尔代夫 他军官到中国 比方说我们的国防大学的防务学院 进行学习 又比方说 因为马尔代夫 其实他的国家 其实也面临到一些海盗 就是海盗 包括走私这方面的威胁 包括一些非法捕鱼的 所以说很可能很多 是比方说非致命性武器 这个非致命性武器 它跟常规的枪炮不一样 它主要是削弱对手的 包括一些潜在敌对目标的 这个作战能力 或者威胁能力 你就包括我们看到 比如说防爆枪 包括可以说 特别是船上的那种高压水龙 包括一些噪声干扰仪 像这些东西 可能就是今后 如果是有物资援助的话 就这些东西 要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些枪炮 我觉得还是没有的 在协议签署的当天 马尔代夫表示 从5月10号起 印度的军队将会彻底地 撤出马尔代夫 我们知道在此前 印度跟马尔代夫的关系 是十分密切的 双方这个军事关系 也是非常的微妙 为什么现在马尔代夫 要摆脱印度 转而向中国寻求军援 因为其实中国 这个军事援助 咱们看 其实中国军事援助的原则 其实就是中国 也是履行国际义务 然后在于这个受援国 这个也是在平等 这个互利资源的基础上 而且从来不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 也从来不干涉 这个别国内政 这个借军援问题 这个军援就包括 这个包括专家团组 包括一些物资 也包括这个培训 这样子的 其实马尔代夫 他与中国 现在接受中国的援助 或者说他寻求中国的援助 其实就表明了 马尔代夫 他是相信中国 而且他感觉跟中国 这样的打交道 这种方式特别舒服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穆伊兹总统 他其实以前在作为 这个马尔代夫的 包括这个马里士市长 包括前政府的 这个可以说建筑部长 他其实一二年的时候 他其实就来过中国 当时呢 据当时的这个 这个马尔代夫 驻华大使 现在已经退下来了 他回忆到 就是他想的 这个穆伊兹总统 对中国印象特别好 而且呢他认为呢 这个中国跟马尔代夫关系呢 从1972年建交到现在 关系都一直非常良好 可以说是一种 风与同舟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对中国呢 这个援助呢 特别满意 但反观印度呢 尽管呢 这个马方呢 也没有透露 也没有说 这个印度呢 在这个军援上怎么样怎么样 可能是不方便说 但是呢 从马尔代夫总统呢 穆伊兹呢 这个年初呢 这个访问中国回来之后呢 他其实在机场呢 在马尔代夫那边 说了一句话 最后人看出来 他对这个 这个印度呢 包括军事合作 各方面合作的态度 他说什么呢 他说马尔代夫是个主权国家 我们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 你不要霸凌我们 不要欺凌我们 其实外界都看了很清楚了 那他所指的国家 没点名 但是谁 而且呢 这些国家呢 对包括印度呢 是不是对马尔代夫呢 很有更多的这个条件 其实马尔代夫呢 都是非常反感的 穆伊兹也说到 中方是尊重马尔代夫的领土主权呢 中方军援他国是非常罕见的 您觉得中方 为什么要军援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中国呢 从这个1949年呢 到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呢 因为我们当时呢 这个军援 特别是呢 因为我们要 这个当时的对外政策呢 要支持呢 这个反帝 反殖的这个亚非拉广大国家 我们当时军援呢 确实也包括了 这个武器装备啊 包括这个人员 人员培训啊 包括那个顾问啊 军事顾问这样子的 但是后来呢 最近这40多年呢 我们的这个援助呢 其实呢 更多的也是这个 可以说是转向呢 就是可以更多的是 包括培训啊 就包括呢一些呢 可以说广义上的 这个军事援助 你比方说 像一些国家 它的军队呢 提供 这个中国军方来 提供支持他们这个 军队医院的建设 也包括 我们看到这个 在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军队呢 其实像这个 像50多个国家军队 提供了这个 这个抗疫物资 包括呢 这个也是呢 像两个国家呢 也派遣了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防疫专家组 都是中国军队这派的 这也都是 可以说是广义上的 一种军事援助 那为什么现在 这个 这个马尔代夫的援助呢 其实我们这也看到 这个在刚刚结束的呢 这个可以说 年初 穆伊兹访华的时候 签署的 这个中马的联合声明 双方呢 不仅提升了这个 可以说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而且呢 那里面呢 这十一条也明确讲了 双方呢 中马双方呢 要共同呢 这个推动呢 这个全球安全观 而且呢 要加强的执法合作 特别是呢 这个在传统的 这个安全领域 跟非传统安全领域呢 这个加强合作 那其实呢 这次就中方呢 向马方提供的援助 一个是呢 包括中方呢 现在也在 刚过了一个月 中方呢 就履行这个合作 这样的一个承诺了 第二个呢 我们既然是这个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就包括了这个防务合作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中方呢 在这个联合声明的 这个十一条的这个基础上 提供援助呢 也是呢 这个 也是符合 这可以说是这个 常规的 另外看到美国的智库啊 多次发布的报告就说到 每天大约是有60艘 运载原油的这种超级邮轮 在这个地方航行 它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动脉 那这次中国跟马尔代夫 签署这个军事援助的协议啊 对于中国保障在印度洋的权益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可以说具有的 可以深远的 可以比较深远的一个战略意义 因为我们看到呢 其实马尔代夫呢 他这个地理位置啊 他是这个有1200多个岛 组成的这个岛屿国家 但他地理位置呢 正好处于呢 这个印度洋呢 这个航线 我们看到是个 无论是呢 这个旺西到海湾 包括呢 从这个曼德海峡 然后进苏伊士运河到欧洲 包括呢 向南 进好望角到非洲 像这样子呢 其实这个马尔代夫 这个地理位置啊 就处于啊 这种主要航线的 一个交接点 它呢 不仅是呢 可以中国呢 这个能源的这个生命线 也是呢 这个贸易的生命线 也是海上交通的 这个生命线 可以说种种呢 对于这呢 中国这样一个 这个新兴的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很多对外贸易啊 包括海上交通啊 都是呢 对这个海上生命线 海上通道呢 是可以是高度依赖的 在这个问题上呢 中国呢 与马尔代夫呢 这个进一步加强合作 其实呢 对保障中国的这个海外利益安全 保障在印度洋的安全呢 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而且特别是 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一带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 这个与马尔代夫呢 是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个对接 因为在马尔代夫看来的话 这个中国呢 与中国的这方面的合作呢 其实与他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呢 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性价比的合作 在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他也是 马尔代夫呢 这也是最近呢 包括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十年来 他也是第一 最早加入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之一 也是呢 一带一路合作呢 取得成果的之一 所以中马之一的合作呢 对于维护呢 今后中国在印度洋 包括自己的海外利益呢 在经济上 包括贸易上 有很大的 这个可以说很大的意义 此外 还有包括今后 万一遇到的 这些印度洋呢 这些周边国家的 我们包括一些这个战断呢 我们呢 这个海外撤侨啊 包括呢 这个我们自己的安全利益的 这个拓展啊 其实都是很大的帮助的 刚刚你也提到啊 马尔代夫在印度洋 包括印代地区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 美国此前也一直想把马尔代夫 纳入到他这个印太战略的 一个整体布局当中 这次中方和马尔代夫 签署这个军事援助协议 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刚刚呢 美国呢 他自己也发布了 这个印太战略呢 这个两周年的一个回顾 他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马尔代夫 因为呢 因为我们中国呢 是反对 这个美国的 所谓的印太战略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 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 它其实呢 我们也简而言之 其实就是五四三二一 五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美国呢 这个情报的这个 五野联盟 四就是士兵安全机制 三呢 就是说美英澳 这个奥克斯 然后呢 二呢 其实呢 就包括他的 很多的双面同盟 其实刚才三的话 也包括了 现在的美日韩呢 这种同盟呢 也在加强 一就是为了维护美国呢 其实在印度洋的 包括印太 所谓的他印太地区的 这样一个霸权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中国是反对的 因为我们呢 认为呢 它这个是呢 搞封闭式的 这个排他式的 这个小圈子 搞这个所谓的 这个伪多边 伪多边主义 在他这个布局中呢 自然 像马尔代夫呢 这种呢 在地理位置上 处于比较关键的国家 也是被纳入其中的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美国呢 虽然呢 对这么多国家重视 但是他的力量呢 他既然都重视了 反而呢 就意味着呢 就都不那么很重视 所以说他投入力量呢 也是都是比较分散的 他在马尔代夫呢 其实他自己也讲了 他去年呢 取得了一个成就 一定美国呢 能夸耀的成就呢 也就是 开设了大使馆 这也是美国去年呢 在三个小国 开设大使馆 其中的一个 除此之外呢 其实看不到 更多的这些合作 所以说美国 但是中国呢 如果与马尔代夫呢 在这方面的 我们双边的 这个互利合作 树立了这个大 这个一个良好的 这个大小国之间的 合作的一个典范的话 会让更多的 所谓他的美国 所谓的印太国家 能看到与中国呢 这个务视合作 所带来的利益 所带来的好处 让美国呢 这个可以说是 可以这样的进一步的 让美国的这个 印太战略 他的这样的 排挤中国的 这个意图呢 可以说也是 昭然若揭 可以让他也 不攻自破 另外我们看到 在此前啊 中方的科考船 向阳红三号 原本是要停靠 在斯里兰卡港口 进行一个补给的 但是遭到了 印度方面的一个抗议 最终是停靠 在了马尔代夫的港口 中国的科考船 停靠在斯里兰卡 为什么印度的反应 这么大呢 事实上呢 其实印度方面呢 一直呢 是对这个 中国科考船 去印度洋呢 也是一直呢 这个挑三 挑四的 然后呢 这个可以说是 经常的 就是在 无论是通过官方渠道 而包括媒体呢 对这个中国印度洋 中国这个科考船 在印度洋呢 也是呢 很加干涉的 他呢 在他们看来 这个科考船 他想 他认为呢 狭隘地认为呢 这个中方 在科考船 就是为了呢 了解印度洋的 包括呢 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水温啊 包括洋流啊 包括海底的构造呀 是为今后呢 中国潜艇呢 更好在印度洋作战 而且为中国的军舰呢 更好地 在印度洋呢 进行反潜作战 做准备 其实呢 这个都是呢 印度呢 对于这个中国呢 这种呢 可以说这段时间以来 或者长期以来呢 这种不信任 或者这种警惕 这种防范的 这个心态的这种表露 有句话说得好 就是说 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在经济里 你看到的就是什么样子 看别人就是什么样子的 这对印度呢 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总结 所以印度现在实际上 把这个印度 变成印度的洋 好 先谢谢钱先生点评分析 下期回来 继续带您关注 印度海军宣布 在马尔代夫附近 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印度海军说 新建基地 是为了对该地区的 作战监视 那么印度海军 究竟要监视谁 相关话题 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街日谈 欢迎您回来 印度6号为一个新的海军基地 以节目基地 仅邻马尔代夫引发关注 新的海军基地 位于米尼科伊岛 是拉克沙群岛其中一个岛屿 距离马尔代夫 约130公里 已经建造多年 是印度西岸 最偏远的军事基地 印度海军表示 新基地将加强在 拉克沙群岛的军事存在 拉克沙群岛 是印度最小的联合属地 距离马尔代夫以北 约130公里处 印度海军此前已在拉克沙群岛的 卡瓦拉第岛上建有一个基地 但新基地比这个基地 距离马尔代夫 近了约258公里 印度海军此前发表声明说 新基地将加强 新德里对该地区的作战监视 它将把现有的一支 小型分潜队 变成一支独立的海军部队 拉克沙群岛是运渡最小的 一个联合属地 整个拉克沙群岛的面积 只有32平方公里 距离马尔代夫是130公里 印度海军说这个基地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您觉得为什么印度 要在这个小岛上建基地呢 因为印度来说 它的对外贸易 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通过印度洋的 而且它的石油 包括它的能源通胀 也都是80%以上 都经过印度洋的 所以说它的印度洋 特别看重 特别是与印度洋 北印度洋通往海湾 通往这个欧洲的这些通道 特别看重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呢 它也知道 自己跟马尔代夫的关系 也处于裂痕了 而且呢 它在它认为呢 可能今后还有更多的 不可预测性 所以说让它现在呢 很紧张 于是呢 它也就是在现在的 准备要撤 撤出马尔代夫的 包括人员啊 包括可能是 包括它的一些 这个一些装备的同时呢 它也是呢 对任何国家 特别是像中国的 这个 马尔代夫呢 进行一个防务合作关系呢 也是表示呢 特别的紧张 所以说它要在 这个地方呢 建设一个 所谓的海军的一个基地 这样的话呢 要填补 从马尔代夫撤出后的 这个一个真空 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知道 穆伊祖呢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其实也就这么 几个月时间 让印度呢撤出 印度呢 在这么快时间 就在这个 在拉克沙群岛呢 就可以就开始说 一个新基地建成了 也说明呢 印度当时呢 已经开始呢 已经可能料到了今天了 已经在预作准备了 而且呢 从某种意义上呢 因为从这个常理来说呢 不可能一个基地 这么快就能建立了 那就说明呢 这个基地呢 其实可能还不一定建好了 但是印度呢 又为了包括呢 它的类政啊 包括各方面的需要 要进一步的呢 把这个话呢 要告知呢 它的国内民众 要安抚它的国内的 这些民众啊 媒体 就是印度政府呢 实在这么做了 实在这么维护的 印度的安全利益 这次新建基地的位置呢 是在米尼科伊岛 米尼科伊岛是整个 拉克沙群岛的最南端 这个地方有怎么样的 战略意义吗 因为这个岛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呢 就是与这个 马尔代夫呢 这个它的最北端呢 也是跟海相望的 它是可以说 它在今后呢 在用印度海军的市民来说 它是呢 在今后呢 设立一个独立的一个部队 就海军的部队 那它这样的话呢 可以说更好的呢 包括呢 对这个来往的这些 这些这个军事啊 包括民用的舰支呢 进行一个监控 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块地域啊 本来就属于印度海军啊 它的这个南部司令部的 这个下区 在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印度设在 克勤的 印度克勤的 这个南部海军司令部呢 它一直呢 这个覆盖面积呢 也就包括呢 马尔代夫的这个北面 那现在呢 它会把更多的资源呢 可能是要往 像马尔代夫的这个 这个临近地方倾斜 其实呢 目的呢 也都是一个威慑 威慑 包括呢 这个不仅是呢 达到自己 所谓监控的 这些 这个军民船船的目的 更多呢 也是要摆出一副威慑的态势 具体来说 对马尔代夫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对马尔代夫来说的话 马尔代夫的话 其实现在呢 已经自这个 这个新政府上来后呢 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呢 就来自印度的 可以说是这个 软的硬的方面的 同时的一种威慑 这个软的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呢 当时在这个 这个在穆伊兹总统呢 执政后不久呢 其实当时莫迪呢 莫迪总理呢 就是去了拉克萨群岛 而且呢 而且呢 他当时外界都普遍认为 他当时 因为他很基本上就没去过 他为什么要去 其实还在当面 在那海滩上呢 散步啊 拍照片 就是为了呢 就是为 放出一个信号 这个印度呢 今后要进一步的开发 这个拉克萨群岛 因为我们知道 拉克萨群岛呢 其实与马尔代夫都这么近 其实呢 就想分流一下 这个马尔代夫呢 这些旅游资源 因为马尔代夫的 这个国家呢 25%的这个GDP呢 都来自于旅游 那印度呢 想分流这方面 那现在呢 这个是软的方面 那硬的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这个基地的 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一种 双管齐下的这样的战略 这样的话呢 也是对这个马尔代夫呢 也构成威慑 某种意义上呢 放出一个信号 你要不听话的话 我就有办法来对付你 所以印度这次 要在马尔代夫附近 建军事基地啊 不仅是在政治上 向马尔代夫示威 同时印度的海军说呢 是为了加强 对该地区的作战监视 那您觉得 印度海军要监视谁呢 监视谁的话呢 其实印度海军呢 他自己呢 在声明中 也专门呢 说到一句话 就说呢 这个中国呢 在这个马尔代夫 这个横贯东西这航线上呢 日益扩大的活动呢 印方呢 是表示忧虑的 那其实呢 这个话就很明显了 其实他也知道 这个把这个地方呢 他也知道 这个地方对中国的重要性 他也担心呢 中国呢 所谓的 他在可能在这块的一些 未来的军事行动 所以说他在这边呢 主要是监控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民用 跟进这个军用船只 这样的话呢 也是为 他今后的 他的对华战略呢 来服务的 其实我们看到 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墨迪政府呢 现在在这么做呢 还有一个呢 内政上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因为我们知道 马上四月份 印度就要大选了 墨迪政府呢 其实对印度选民在说 也是讲他执政十年的 这个外交成绩 那印度呢 确实也是呢 在左右风源的 各国拉拢的情况下呢 这个所谓的世界大国 往世界大国 或者领导型国家迈进 这个地区大国就不用说了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很多的反对党 他的媒体就指责了 你既然你是这个 世界型大国了 你居然连这个 自己的周边的地区小国 都搞不定 这也是呢 让这个莫迪呢 和印度人民党呢 脸上没有光的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 印度呢 一直一心相打造 他自己 他为什么海军一定要 马尔代夫基地没有了 他要射基地 因为确实 这个印度呢 一心相打造呢 在印度洋 以他为中心的 特别是南亚的印度洋 以他为中心的 这个安全架构 在这个问题上呢 现在呢 马尔代夫呢 与印度呢 出现裂痕的话 让那个印度担心啊 这个中国跟 马尔代夫今后的 这些安全合作 包括马尔代夫今后 跟土耳其的这些合作 会产生一种破窗效应 让印度呢 这种安全体制呢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裂痕 那么为什么中国 同马尔代夫 加强这种合作关系 印度总是耿耿于怀 要横架阻挠呢 这个印度始终呢 有很多人认为呢 就为什么印度洋 叫 就是说这块地区叫印度洋 这个就说明了 印度呢 也是天赋使命的 所以说他很长一长时间啊 把这块特别是北印度洋地区 包括南亚地区呢 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的势力范围里头 他不想任何的这个域外大国 在这个介入这个 这样的势力范围 那现在呢中国 现在跟中国 我们讲中国跟印度关系呢 这几年呢也并不好 在印度呢 很多的这个决策者眼中 可以说中国呢 与南亚 包括马尔代夫的这些国家呢 发展这个合作关系 那就是在 印度的势力范围的框框里 这个钉钉子 那印度呢 现在的工具 它只剩下一个锤子 那见到什么都是钉子 他就要用锤子来应对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就是担心 这个中国跟马尔代夫的合作关系呢 进一步的加深的话 会呢进一步的缩小 这个稀释印度呢 在印度洋地区的这个影响力 这也是他不能容忍的 所以说他也极力的 要进行一些干涉跟阻牢 我们观察到印度时报说 新基地的启用 标志着印度重新调整 地缘政治战略 来避免马尔代夫 向中国转向 您觉得接下来 印度会如何调整 他的地缘政治的策略呢 其实印度呢 这个地缘政治 安全这个战略呢 有些包括对华的呢 这些年一直在陆续调整之中 印度呢 它有些包括呢 它一些官员 包括一些智库呢 其实呢 它设想到今后呢 如果是中印呢 发生的 可以说是冲突的时候 在他们的这个战略规划中呢 其实讲在北边 北边呢 在中国与印度的陆地边境呢 可以觉得印度呢 是占不到便宜的 可以说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势 但是南边的印度洋这块呢 印度呢 是可以采取一些进攻的态势 这样的话呢 可以说 就简称一个 就是北方南攻 通过这个呢 可以说更好地与中国呢 进行一个 达成一个这个战略向的 安全上的一个平衡 那现在呢 其实它要进一步地扩大 在印度洋 北印度洋 包括像马尔代夫 包括这些新基地的建设呢 还获取呢 就是用安全专列 转移的一部分 好 非常感谢 钱峰先生点评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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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